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日本的山林县甲府市的两名学生 竟然意外的与外星生物进行了肢体接触 而且他们还声称看清了飞碟的外观与内部的构造 一时之间当时就激发起了人们对外星人的探索热潮 而引起了舆论轰动 这就是著名的甲府事件 那么甲府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外星生物真的有来过地球吗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甲府外星人事件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零星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语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唐 节目从今天开始开启免费抽奖 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 说起这个故事呢 就要追溯到1975年的2月的一个下午 当时呢两名两年级的小学生呢 河野雅人与山瑞盛红呢 一起去雅人家附近溜冰 他们难得啊有这样的机会 两个人当时都非常的开心 他们尽情的相互追逐啊 嬉戏打闹 不知不觉呢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左右了 两个人当时有些意犹未尽呢 但是又怕被父母训斥啊 就只好收起了当时的溜冰工具啊 准备回家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的6点半了 雅人与盛红呢 仰头就看着啊 逐渐昏暗的天色 只见东边的龙泽山之上呢 有两个啊 一大一小闪闪发光的橘黄色物体 正悬浮在那里 而发出了一道道橙黄色的光束 雅人一开始还不以为意啊 但等他重新抬起头来 再看清楚的时候呢 却发现啊 那个圆圆的盘撞物体啊 正缓慢的啊 转动着仿佛 而且还逐渐的朝他们这边接近了 没过多久呢 那个橘黄色的物体 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最后呢 这两个物体就飞到了住宅区域的上方 而且还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当时这两个男孩都惊讶的 在注视着这个圆盘呢 盘旋在他们的头顶上 雅人和圣红两个人目瞪口袋 就望着那个发出红色光芒的古怪东西 突然之间呢 三个黑乎乎的圆柱形的物体呢 就从这个圆盘子的底部啊 缓缓的伸了出来 还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 像是按下了照相机快门的声音 而两个人当时吓得有点魂飞魄散的 慌慌张张的就跑出了溜冰场 躲到了不远处的这个大雄山啊 福王寺的墓地后面 然后小心翼翼的探出头来呢 张望着天空中啊 仍然盘旋在那里的UFO 幸运的是呢 不久之后啊 那只大型的飞行物体啊 迅速的向东北方爱当山飞去了 小的那只呢 向着葡萄园飞去了 这时两个人才从刚才的震惊中啊 回过神来 于是两个人撒腿就跑了 不过两个人呢 回家的路线 是必须要经过那个葡萄园 才能回家的嘛 当他们进入葡萄园的时候呢 却看到了前面啊 有一个叠形的飞行器 落在了地上 挡住了他们回去的路 而UFO上那个红光也渐渐的暗淡了 最终就变成了一片苍白色 当亮光散去的时候呢 孩子们就看见了一只 银白色的不明飞行物 就停在了葡萄园里面 两个人当时十分害怕呢 但又有些好奇 于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啊 便小心翼翼的靠近呢 想要去看清楚这个不明飞行物 据雅人与盛宏所言呢 飞行物的外形啊 好像是一只倒立的盘子 上面有一圈圆形的穹顶 而穹顶的四周呢 有数个闪烁着蓝光的正方形的窗户 在圆顶的底部呢 有三个三十公分高的齿轮型的拖架呢 拖住了这个圆盘 让它稳稳的落在地上 它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四周非常的寂静 于是这两个人便大胆的分头行动 对这个物体进行探索 雅人就发现呢 圆盘上隐隐约约有几个看不懂呢 但模糊不清的黑色文字 好像是把英文字母和中文 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呢微微凸起 忽然之间啊 飞行器上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了 露出了一条阶梯似的东西 当舱门开启的时候呢 雅人甚至看见了内部的景象 他说里面当时有些昏暗 隐约可以看到很多不知名的仪器和设备 还有闪烁不停的红蓝色的绿光啊等等 更惊人的是呢 他说从这扇门向里面望去呢 竟然看到了一个长相奇特的外星人 雅人当时惊恐的就站在那里啊 被吓得一动不能动 而且他还看着那个外星人顺着这个梯子 还走了下来 他和雅人当时的身高还差不多 头上呢光秃秃的没有头发 但是他的皮肤呢是呈深棕色的 布满了一道道褶皱 而在这个圆盘大门内部透出的光线的照射下呢 雅人看到了此人啊 竟然有四个手指 他还穿着一双啊分纸的鞋 有一对大而长的耳朵 像是兔子一样 但是在耳朵的中央呢 却有个洞 而且这个外星人还穿着一身银白色的连体衣服 腰带上呢 细致灰色的皮带 一把枪呢 搭在他的左肩上 而且那把枪长相特别奇特 看起来呢 非常像一个喇叭 就很像科幻片里面 那些宇航员的服饰 而与此同时呢 在飞碟的另一边呢 观察的圣洪 突然也感到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以为是同伴雅人过来拍他 但一回头却看到了另一个外星人 一张丑陋的脸 据雅洪所言呢 那个外星人的右手握着一把 类似于手枪的东西 而他是用左手拍了拍啊 自己的肩膀 嘴巴里还发出了奇怪的吱吱的声音 似乎呢 他在向这个圣洪问好 他还看到了他嘴里长着三颗尖锐的银色牙齿 圣洪就说啊 那声音好像是在飞速播放的那种 我们以前老式的那种卡带录音机啊 就是那种磁带啊 那种声音 他当时吓得就瘫倒在地啊 瑟瑟发抖 就在这个时候呢 雅仁冲了过来 大声地对他喊道 快跑啊 于是他拼了命的 一把就拉住了圣洪的手给拖了起来 两人亮亮腔腔的就开始往家里跑 而那两个外星人呢 也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任由他们逃走 当时两个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雅仁的家中啊 家长们正着急地四处寻找他们 而受惊的两个孩子呢 将自己所遭遇的匪夷所思的情况 就告诉了家长 当时雅仁的母亲啊 河野雅子呢 还对他们打架斥责 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嘛 但是两个孩子呢 仍然非常坚定地说啊 自己看到了外星人 甚至要带他呢 去外面看看 雅子剑雅仁和盛红啊 这么严肃啊 心中也有些疑惑 便打算陪他们出去看看好 当雅仁和盛红带着妈妈 赶到葡萄园的时候呢 大家都愣住 因为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果然有一个橘黄色的物体啊 正在不断地移动着 一开始呢 两位妈妈啊 以为是附近的房屋的亮光 但经过仔细地观察后发现 这个物体呢就是悬浮在地面上 光线呢 忽明忽暗 而这两个孩子注意到 原本敞开着的那扇大门呢 这个飞船已经关闭了 又开始闪烁着悠悠的红光 就在他们快要接近这个UFO的时候 圆盘突然之间拔地而起 瞬间就消失在了黑暗的天空之中 于是他们吓着 连忙跑回家里去喊人 可是等他们拿着棍子之类的工具 再回到这里的时候呢 天色已经晚 周围呢 没有看到任何飞碟 或者是外星人留下的痕迹 紧接着呢 他们的家人就去报了警 警方呢就将这两个孩子啊 分别分开来询问 并要求他们啊 画出他们所看到的飞船 和外星人的模样 让警方感到惊讶的是啊 这两个孩子都画得非常的相似 就是大家印象中 飞碟的那个样子 而其实现如今所认为的 那个飞碟的造型啊 就是碟状的那个造型呢 最早是一个叫做 乔治亚当斯基的人拍摄的 他是一位波兰裔的美国人 在他两岁的时候呢 全家就移民到了美国定局啊 于纽约市 在1946年呢 亚当斯基就对外宣布啊 自己遭遇了飞碟 此后呢 他就公开了一系列 自己遇到飞碟的照片 由于当时他的那些UFO照片呢 陆续公开啊 就受到了当时人们广泛的关注 亚当斯基就认为呢 自己与当时乘坐UFO 飞来地球的金星人啊 有过接触 他的言论和照片呢 很快就被编辑成书啊 开始热卖 随后几年中呢 亚当斯基就陆陆续续发表了 许多与UFO和外星人有关的畅销书籍 当时呢 他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在1962年呢 美国水手二号的探测器啊 成功观测到金星之前呢 金星一直是一个未知的行星 有不少人就相信啊 太阳系可能还存在其他智慧文明 但是之后呢 亚当斯基啊 他号称他拍摄的UFO照片和胶片呢 被人指出了许多存在的漏洞 像是人为设计 而亚当斯基在没有做出确切说明的情况下呢 在1965年就去世了 留给了后人啊 无限的想象 因此在UFO界啊 他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呢 在采访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 学者呢 曾经将亚当斯基型的这个飞船啊 就拿给他们看 而这两个孩子都说啊 他们看到的那个飞碟啊 与这个亚当斯基型的这个飞船呢 非常的相似 但唯一有不同之处呢 就是这个亚当斯基的飞碟呢 窗户是圆形的 而他们看到的呢 是正方形的 那这是否就间接证明了 亚当斯基的第三类接触的事件 有可能是真实的呢 无论他们是如何的询问呢 那两个只有二年级的孩子呢 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漏洞 他们的描述呢 也是一模一样 据雅人和盛宏的老师和家长所说呢 那两个孩子啊 所讲述的整件事情呢 十分的认真 前后逻辑呢 也没有硬伤 如果是孩子编造出来的故事 按照他们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呢 大人应该马上就能够听出 里面的破绽之处了 然而却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 很像是小说 或者是动画片中的情节 也有可能只是因为这两个孩子的异想 但是如果仅仅是两个孩子的描述啊 我们还能当作是这些小孩子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嘛 可是当两个孩子的故事传遍整个甲府市之后呢 有另一些人啊 也说他们在那一天也见到了飞碟与外星人 那到这里呢 外星人的出现啊 似乎真的有了一些可行之处 其中一个目击者呢 是葡萄园东南偏东七百米处的环境中心的看门人 他叫厚之佑 根据厚之佑的说法呢 他说那天晚上六点半啊 当孩子们看见UFO的时候 他正好待在环境中心 不知道为何呢 那时候狗开始狂叫呢 于是他就到场子里查看一下 当他返回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一只闪着黄色光芒的不明物体啊 正在东边的空中飞行 而那个物体发出一道亮光 并向着北边飞去了 最终在一栋房屋的房顶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光痕 随后便消失不见了 之后呢 一位政府官员就对这个厚之佑说啊 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 认为呢 很可能是一颗流星 而厚之佑呢 起先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后来呢 他越想越觉得那东西很古怪 不像是一颗流星 但是次日呢 雅人与盛宏目睹了UFO的事件 就在这个市里传开了 于是这个厚之佑就很肯定啊 他认为呢 就是他所见到的UFO 不仅呢 有人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还有人亲眼见到了外星人 就在这两个孩子看到UFO的时候呢 推销保险的佐藤绿呢 刚好从同样的地方走过 据佐藤所说呢 大约在下午五点半时候啊 他驾车从曾平丁呢 前往事发地上丁 而途中呢 佐藤就听见一种 类似于礼花爆炸的声音 后来呢 他就看见两个孩子啊 站在一条窄向的中央的十字路口 他们的身高呢 大概在一米三到一米四左右 皮肤又黑 佐藤当时就鸣笛呢 但是那两个孩子啊 还是站在马路上不动 于是他只好呢 在路边慢慢地停下了车 想要从他们旁边啊 慢慢地开过去 就在车子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呢 有个孩子啊 伸出了手还按在了他的车窗上 佐藤正好看到了他的脸 当时他就惊奇地发现 那个孩子啊 长得十分古怪 脸上手上啊 全是褶皱 好像不属于这个星球 而佐藤见到的那个外星人呢 与之前甲府事件的 两个孩子见到的外星人啊 非常的相似 满脸的褶皱 但是又与甲府外星人 有些不同的是 他说没有长长的那个耳朵 和三颗银色的疗哑 而手指呢 他说也是五根 但是因为时间很短 他说其他的细节 他都不记得 佐藤当时他说穿过了一个路口呢 顺着日之初综合大楼的 东侧的道路往南开去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对男男女女呢 带着孩子啊 从路上跑了过来 他们手持木棍啊 伸出了手臂啊 拦住了佐藤 佐藤把窗口打开 问到什么事情呢 他们终于一个问佐藤 就说 你看见UFO了吗 在此之前呢 佐藤从未见过不明飞行物吗 更不会把刚刚看见的 那两个皮肤UK的孩子呢 当成是外星人 于是佐藤就回答说 没有见到啊 佐藤回到家里呢 把这一天发生的怪事 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他的丈夫就对他说啊 你肯定是看花眼了嘛 但是七年之后呢 也就是1982年啊 在一次旅途中呢 他就把这个经历 告诉了一个朋友 他的朋友呢 就劝他把这个秘密 公之于众 于是呢 他就给日本电视台 写了一封信 不久之后呢 日本的一家晚间电视台啊 11PM就播出了他的故事 没过多久呢 就成了热门话题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啊 在1975年的2月23日呢 甲府市有很多的UFO 和外星人的目击者 这就说明呢 甲府事件啊 并非是那两个孩子的幻觉 而是有可能啊 真实存在 那这一次的事件 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 外星人偶然遇到了地球上的孩子 不过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录像 更没有任何官方的记录 唯一知道的信息呢 都来源于 这两个小学生和市民的讲述 所以呢 甲府事件啊 是否真的是一次外星人的访问呢 这么多人亲眼目睹了UFO的事件 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呢 也派出了相关的工作人员 对这件事情就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那调查人员在葡萄园内 就发现了一根混凝土柱子的断裂 另一根上呢 也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地上留下了多道深深的钩 这些混凝土柱子呢 平均有一米七高啊 那每根柱子之间的距离呢 不到2.2米 一位名叫南山的研究人员呢 就请亚人和盛宏 把他们看到的UFO的这个大小绘制出来 最后就确定UFO的直径 应该是在5米左右 这里就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吧 就是一个直径5米的不明飞行物 是如何进入这个葡萄园的 又是如何降落在葡萄园中央 而不碰到周围距离 只有2米的混凝土柱子等等 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研究之后呢 科学家就发现了 在这片土地上啊 那个放射物质的浓度呢 比正常状态下要高得多 并且具有人工放射 信索特有的急剧衰变 如果这个放射真的是飞碟带来的的话 那就说明啊 飞碟的动力很有可能是原子力 这也是不明飞行物 逐漏的物理证据 此外呢 他们还在这些土壤中 发现了一种名为032的东西 这是一种并不存在于地球上的物质 大量的目击者呢 和清晰的遗留痕迹 再加上政府的科学研究啊 这起UFO事件在日本呢 甚至在国际上 都是赫赫有名的当时 因此呢 许多人认为啊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啊 外星接触事件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啊 因为时间太过于久远啊 其中很多的地方呢 都存在着疑问 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 这一次UFO的事件中 出现的就是真正的外星人 所以呢 故事呢 一个月就讲完了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 别忘了点赞留言支持一下哦 我们会从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 免费的奖品呢 就是宇哥啊 在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一些书籍 以及呢 小棠抱过的娃娃 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留言哦 没准下一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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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